而明天就是520了 那么现在大家都在检验各个部会的施政成绩 其中文化部长龙应台的知名度 虽然比去年是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 但是呢文化政策的不满意度 却创下历年新高 这让龙部长他今天在立法院受到不少批评 你认为你自己打几分 你自己哦 你自己打几分 呃 陈委员 我不会打分数 你不会打分数 好 你不要打自己 你我们文化部的同仁你打几分 我打他们100分 文化部20号成立满两周年 龙应台帮同仁打了满分 但民调显示国人对于文化政策 明确表达不满意的比例 占了36.6% 是历次调查中最高 差不多吧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又没有印象 没有耶 我不知道耶 可能是我比较少接触这个 看看过去两年 包括新北市浦安谈产权问题 拿大笔预算补助知名歌手 都曾经引发争议 还有流行音乐从业人员 得考证照也让演艺人员跳脚 甚至批评这是回到早年 歌星症制度根本是开到车 像我们以前他就是纯粹 就是歌星症 就是上台表演的 你就是唱歌的歌星症 那如果现在 现在的工作都是多元的 他要指定这个 我觉得蛮难的 第一方面文化部长龙应台的知名度 从去年的20.9% 提高到32.8% 但还是有高达78%的民众 不知道龙应台是哪一个部会的部长 中央政府本来就是 他是做 你可以说是做下水道工程的 那人民比较看不见 理所当然 如果说中央政府为了要让 人家看见 然后变成自己跳下来 做很多很多的那种花俏的活动的话 那是反而要被批判的 比起政机 龙应台认为知名度不重要 但真的要让民众对文化政策有感 接下来这两年 龙部长可得在好好加油 EdenTV 林秉周理中线 台北报道